由於這個農煙是往上催 很多高樓層的人逃生不及 甚至還有人是直接跳樓 沒想到跳樓逃生 結果不幸死亡 這起火警也燒出了科威特當局 來要關注到說 移工在當地的居住安全 所以現在來看到 科威特的大火 確實是讓當局 有很多的審查制度 要開始上路了 尤其是科威特副總理 他當場就訓斥這些房地產所有者 真是太貪心了 居然這麼小的一棟樓 可以擠進195名的主顧 還有一個意外是發生在美國 是有野生的路衝撞了公車 車上乘客當然是嚇壞了 賞情又如何 繼續的交給會員 好 我們來看到 在美國的羅德島州這邊 這個場面真的是大家 一般的駕駛都會想像不到 居然自己開在路上 會遇到這種事情 就是有一支路突然撞進公車裡 把公車司機還有幾名乘客 都是嚇壞了 尤其在曝光的行車記錄器的畫面 可以看到說 這頭路它就是突然 直接摔進了擋風玻璃裡面 然後還撞到了一名坐在前座 博愛坐的一名 比較年長的男性乘客 當然是把這名男性乘客嚇了一跳 他趕快人整個跳起來 跳到站在椅子上去 車上另外後面還有兩名乘客 也都是嚇壞了 不過整體事件 還好公車司機是非常的沉著應對 就非常冷靜的把這個車靠邊停 進行相關處置等等的 還好車上的乘客包含司機 都沒有受傷 乘客是只有輕傷而已 但是最後面反而是這頭路 他不致身亡 好 謝謝惠雲帶我掌握 最新的一個情形 接著要來看到的消息 則是發生在中橫公路的 追陸古道的路口 昨天是清晨發生嚴重的攤方了 雙向的道路阻斷 公路段的人員 機具是已經前往來搶修 但是依舊是有間歇性的落實 連線給記者陳嘉童 邊坡發生一大片攤方落實嚴重阻斷道路 中橫公路台八線174.8K 追陸隧道東口 昨天清晨發生攤方 攤方的範圍大約100公尺長 土石量3800立方公尺左右 太魯閣公路段強修人員和機具 已經到災害路段東西兩端 同步搶修清除落實 不過上邊坡仍然有間歇性的落實 增加搶修的困難度 預計今天中午會復通行 公路局表示目前已經啟動 整體性地質定貿變異分析評估 分析綜合公路長期的復健方案 以避災和離災為原則 提出改善方案 公路局也提醒右路人 山區道路在地震過後 以及豪雨期間 容易有攤方和落實 路況難以掌握 非必要切勿前往山區道路 以免發生危險 台北市有駕駛發生糾紛 認為對方靠太近了 拿著棍棒去砸車 結果後來惡煞是駕車 逃走了 一團火球 現在看到的是10年的老機車 發生了自燃了 最後包括椅墊都融化 只剩下了骨架 更多新聞焦點廣告之後 馬上來 感覺起來揚尾跟心臟有關 但是你喝咖啡對心臟 也不是說特別好 早洩的這個問題 是敏感程度的問題 有沒有揚尾 就是說你這個血管 有沒有痛到多少 我覺得應該A5的肯定 會不會是他看了這幾週 每天去狂灌2到3杯咖啡 我每天都喝3杯 喝到DBOV的時候 博士都贏了 你三博士 我今天談了筆訂單非常重要 荒唐就吃了 海庫去人事部 地理直升起 什麼 你真的要離職啊 我不想在他掌控下的環境工作 你是我的家人 我一定會努力賺錢 就算我在苦 也不會讓家人受死 家人之間不是只有獨斷獨行 離職這麼重要的決定 不只你沒有找我去討論 你真的要把我當家人嗎 TVBS 所有台 每週日晚